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集在提上 将人猜测 这情况中国恐新兵变 普京反常怒面 俄大乱开始 中共荒鸟 护郡控集俄指挥部中心 俄多处露天弹药堆备位 广州深圳街头竹木经心 大萧条要开始 中共炒作英国人挨饿 网民大翻车 用黄河水也收费 中共穷封鸟 大家好 欢迎收看国际新闻眼 我是美龄 中共党魁习近平28日出席了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在北京举行的晋升上将军衔议式 当日有两位政治委员晋升为上将 两个人分别是 北部战区政治委员郑船 和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 灵换身 俄罗斯发生兵变之際 习近平再次晋升上将 被指示有QK 公开资料显示 你晋升上将的两个人都是正位 时评人岳山指出 实际上战区的军政主观都可以被晋升为上将 几年来 中共还习惯于晋升上将时 再公开占领的新职务 岳山指出 重点是这些人到底有多忠诚 习近平自己都拿不准 也会怀疑他们会不会成为 像普利郭春那样的人物 而按照中国人的传统 要搞兵变就一搞到底的 这个都是习近平最担心的 有亚加纳兵变作为前居之监 世界都在关注 中国会不会发生同样的事情 分析指出 在中国历史上面不少朝代都经历过兵变 中共很怕兵变 所以发明了正位制度 利用精密的军队控制机器 但是它并没有经历过一场 真正有巨大压力的战争的考验 一旦形成了一个压力巨大的环境 它内部的各个派系和各阶层 本身就很严重的矛盾 就会被放大、被激发 所以说如果中共发动大规模的战争 一旦战事交着 甚至是失败 尤其是核心权威大幅衰落的时候 一定会发生兵变 不过前共军宗教姚成 在《正英论坛》节目上面表示 兵变在中国不会发生 如果真的要发生兵变 这样就是上层发生了政变 因为共军是政治挂岁 管控得非常之死 它90%以上的精力 都用来管控国内的军队 所以每个领导人上来之后 首先要清理前任行军队的代理 习近平现在心里不踏实 是因为他没有抓住军队 他怕一个不小心 哪一日军队就反了 不过姚姓认为 中共军队反不了 因为在中共军队里面要调动一个团 倒别需要中央军委的同意 军权被中央军委管得确实了 另外中共军队现在是政委管人 司令管昌 内勤部长管弹 你没办法把三个人搞在一起 所以这种情况下 军变几乎不可能发生 如果真的要发生军变 那就是上层发生了政变 6月28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一改以往矜持 古立的形象 罕见任何公开场合和民众热情互动 分析指出 日前发生的雅近纳用军叛变行动 已经显示出俄罗斯内部越来越不稳定 这个都令到中共非常不安 28日 普京衍生俄罗斯南部城市 结以宾特的街头 一向严肃拒紧的普京似乎换言一身 一反常态地和民众寒暄 和军官互动 分析认为 阿加纳兵变之后 普京急于挽活并捍卫自己遭到 亲信背叛之后的形象 他又证明在他的治下 自己仍然拥有较高的人气 日前 普京遭到亲信倒国 除了被怀疑废下管治无方 政权都被认为急急可危 俄国内部局势都被认为处于不稳定时期 这番景象更加引发北京的担忧 日经亚洲日前披露 中共非常关注俄罗斯当局的权力变化 中共特使李辉上个月访问乌克兰 其实就是一次的侦察任务 中共想要了解乌克兰反攻的决心有多大 因为就算乌军只是取得了少少的成功 都有可能引发俄国局势的不稳 俄军、车臣部队和阿贱纳 甚至是俄国联邦安全局 都有可能陷入大乱斗 这是中共最大的恐惧 资深媒体人国军表示 日前 非常复杂 1991年苏联解体的时候 十几个加盟共和国脱离了苏联 现在的俄罗斯恐怕会面临第二次解体 就算不解体都将会面临巨变 未来无论局势如何变化 都会对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尤其是俄罗斯拥有3,000件核武器 这是国际社会非常关注的问题 再来关注一支俄乌战争的简讯 战场上俄军时常被乌克兰武装部队 以软程武器精进打击 有消息指出 日前 乌军已联合直接攻击炸弹 法多管火箭炮武器系统的精准武器 控制了顿内时刻俄罗斯占领区内的俄军指挥所 31位俄军死亡 网传影片显示 一开始建筑物旁边有两位俄军在逃走 接着下来这栋建筑物就被飞弹攻击 俄军被炸到四处奔徒 而建筑物都变成了一片废墟 还有最新的消息显示 在反攻的过程当中 乌军第30旅用无人机摘毁多个俄军露天堆放的弹药堆 还有不少的反装咖啡蛋都被摧毁 随着俄乌双方的胶剪升级 俄军阵亡人数和武器装备损失的数量都截截升高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 6月29日发布报告显示 自开战以来 俄罗斯军人的阵亡人数已经达到227,780人 包括过去一日入面阵亡的680人 日词人推特上流传的影片显示 在中国、广州、深圳等地 很多年轻人因为失业而无家可归 直至在马路旁边用吊床作为棲息之地 还有影片显示 广州著名的暴行街上下9 下午6点就开始冷冷清清 和以往人山人海的景象反差巨大 大量的商户倒闭 整条街上就只有几个人在走 网友惊呼 这个现象太过诡异了 外界认为 这些觸目惊心的场景不禁令人怀疑 中国经济已经虚弱去到什么地步 更加有评论指出 中国在年底很可能会出现饿死人的情况 据悉去年年底 中共放弃动态清零疫情防疫政策之后 经济曾经出现反弹 但很快就失去了动力 全球最大的固定收益管理公司之一 保德信固定收益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实际零售活动的反弹已经停滞 而且仍然远低于2020年之前的趋势 而这个与美国的复苏截然不同 华尔街日报总指出 一些华尔街分析师 由根本上误解了中国防疫措施的本质 当局肯实施这些措施的时候 仍然维持了工厂的开工 和大部分商业活动的运行 因此真正导致了去年经济增长大幅放缓的 不是对人员流动的风控 而是房地产业的凋零 中国财经专家不跳波都大呼 只能够房市才能够救到内需、够经济 希望当局开尽快对房地产税 和产权到期问题作出具体的安排 时评人、员工儿都指出 以家楼价跌到惨不忍道 以后恐怕整个市场都会出现问题 实际的情况是 一大半中国人都背负着债务 供的楼房不是正资产而是负资产 而且现在外资撤出 连聚亲中国的从下都撤出了冷气机工厂 内销和出口都没有订单 基建停止 没钱就不能运行 整个中国停滞一半 员工儿认为 今年年底一定会饿死人 现在都传出了有人饿死的消息 只是还未到大面积爆发危机的程度 年底事态或者会很严重 都有经济学家指出 中共当局试图提振居民消费 来推动经济增长 但目前的情况是 政府没钱 企业没钱 消费者虽然在银行有些存款 但由于大环境不乐观 他们都不敢随便去动用自己的存款 6月28日新华社发表特稿 报告去年七分之一英国人在不宝声明 英国一间慈善机构的报告显示 2022年大概有七分之一的英国人 因为没钱而面临机外困扰 然而中国网民的反应就大翻车 民众多数认为 中共官方在帮民众洗脑 但是这一届的韭菜不要压了 还有网民说 不要抹黑人家了 前日英国饥寒交逼 昨日美国流落街头 今天上午澳大利亚忍奏飞饿 下午有英国饿飘片野 明天是韩国 日本 还有人说 希望我们的富豪快点站出来 去街头那里派食物 看看人家的公益做得多好 天啊 我们这里连免费也没有 据悉英国慈善机构的相关报告 确实存在 但是报告当中提到 他们是将联合国定义的 糧食不安全 作为家庭困难的指标 这里所说的糧食不安全 不一定是民众一般说的吃不饱 联合国将它定义为 没有办法定期获得足够安全 和营养充分的食物 以保障健康的生活 联合国就将饥饿定义为 由于善食能量消耗不足 而引起不舒服 或者是痛苦的身体感觉 近日中国媒体报道的 黄河用水灌溉农田要收费 以及5000年来第一次 农民用黄河水要收费的消息 引发热议 网易账号28号发布的评论文章指出 有串民反映 由黄河拿水灌溉 现在一人一年要交一百多元 因为不合理 好多人都没有交费 但是一到年底 农民要购买乘乡合作医疗保险的时候 当局就借此来去围栏他们 要求先交黄河水钱 才可以买医保 有村民爆料 夸张的是 黄河水费一年比一年高 正引到报报压缩老百姓的生存底线 这种畸形的收费现象 已经违背了公平原则 触犯了国家法律 在中共的舆论管控之下 这篇名为 若让者帮人掌握了收费权 我们连呼吸都困难的文章 很快就被官方屏蔽 有评论人士指出 用黄河水还收费? 都真的只有中共才做得出这样的方堂事 农民靠天吃饭 这种是自然资源 这种方堂政策的出现 说明政府的财政在吃紧 行政官员又不受法律的制约 在乱搞老百姓 生产方式它都可以用来去对付你进行收费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 多谢你的关注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